新一乡同富村草坪头是新中恒最美的花园 每逢樱花里花盛开的季节就会有观光客蜂拥而至 但道路品质却有待改善 因此县府和公所县议员合作将投入730万元的经费 来改善1.5公里长的赏英大道 让最美的花园走得更平坦 县长林明珍25号在圆明局长史强 议员陈淑慧 乡长群之间等人陪同下 到草坪头会看道路建设 会看之后林县长表示 草坪头这条路面不平 地方常有反应 因此特别安排时间到场了解 将投入730万元将草坪头道路做得更完善 经费分摊包括县府补助500万元 公所负担200万 议员配合款30万元 解决地方困难 我们前乡长他说这条路 因为路面非常的 不平 观光客来可能在交通各方面的运输 通行也不便 尤其欣赏楼상就是海门� criticism 如果路面不平的话 我家观光客来到我们草坪头 给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乡长就希望我们县政府 还有公所来配合 还有议员 我们纯实会议员也要配合 所以总共要达到730万 我想为了地方的发展 为了地方的观光 我们县政府一定要筹钱 跟公所来配合 跟议员都配合款 同时把这条路做得更完美更好 让观光客来到这边 有一个非常美丽的 这个樱花可以欣赏 又有一个非常好的道路 让他们来观赏 让他们来走 我们县政府为了我们草坪头的观光 尤其这个樱花季的时候 观光客相当多 我们又投资了600万 整理这边的粮亭 还有一些景观设施 让观光客来到我们草坪头 就是一个非常有水准的 非常国际准的一个观光 赏樱花一个好地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方 整理得更完善更完美 议员陈淑慧 乡长全之间都感谢林县长前来会开 解决地方困难 另外县府观光处 向交通部观光局 争取六七百万元 改善草坪头公共设施 以及良庭 将有助于草坪头观光季 景点行销 今天感谢我们林县长 还有全之间乡长 以及我们地方社区的理事长 还有村长代表 共同来争取 我们新县乡 草坪头这一条 赏樱观光大道 那县长当场 也答应了500万的补助 由我们县公所 配合款200万 那所谓我出了35万的配合款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县长还有地方人士 非常关心我们草坪头 整个观光的发展 所以在108年 也经由社区 还有村办公室 这边的争取 我们南投县政府观光处 也像我们交通部观光局 这边争取了 计划数1000万 但也准了六七百万 来做我们整个草坪头的 公共设施 还有良庭 这样的话 这笔进会的预助 应该可以再增加我们草坪头 观光季的一个景点 还有整个一个行销 在这感谢我们林县长 可以亲自立临草坪头 来做一个观光 也给地方的补助 新县乡草坪头 我们在1月下旬 就开始迎接我们的 樱花季 那因为我们整个 园区的道路 已经十几年没有铺了 那经公所跟县府反应 那县长也马上答应 所以今天特别来会刊 那我们希望透过县府的协助 还有公所的一些支配款 还有一员的支配款 能够把我们远区的道路 还有一些的设施 能够建制得更完善 让我们樱花季 来这里的游客 能够赏樱的环境 能够更美好 让我们新县草坪头 樱花季的知名度 能够大大的提升 草坪头每逢樱花 礼花顺开 观光客蜂拥而来赏花 如果路面不平 会留下不好印象 赏花的好心情 恐怕跟着受影响 将投入730万元 改善1.5公里长 爽印大道 让最美花园走得平坦 记者商业福 新颖采访报道